近日 大陆知名脱口秀演员池子 在北美巡演时 发表了大量奢华 敏感言论 以至于连池子自己都说 那么究竟发表了哪些内容呢 因为不让现场的人录视频和录音 但我们通过一些现场人士 透露的信息 也了解到了一些内容 首先呢 调侃了内地的防疫政策 说自己开脱口秀剧场 没有败给动态清零政策 却败给了文化部 第二个 调侃了广电审稿制度 说广电删光了脱口秀的好笑段子 Raper被审稿歌词都得改 自己有小脏面出镜 需要戴帽子等 第三个 吐槽河南人 因为池子本身也是河南人 所以在视频中说 河南人基因 以及河南人办港澳通行证 被地狱歧视 第四个 就是最敏感的内容 就是吐槽最新版宪法 将吐槽大会 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联 颠覆女友想法 与颠覆国家政权关联 李文亮与新冠疫情传播 新疆棉问题等 第五个 吐槽前公司效果文化 这就牵涉到池子 与效果文化解约的恩怨怨 第六个 吐槽自己发凡体字 被质疑为港独 还说明了自己 注销微博的原因 最后结尾的时候 还调侃了 同为脱口秀演员的 卡姆的新疆人身份 和吸毒问题 总而言之 按照池子的个性 以上内容 其实并不让人惊讶 后续如何发展 且看且停 且随风吧 整理不易 大家点播关注 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为大家呈现